马上就要到年底了 每逢跨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和特别的人 一起度过特别的时间 这部呢 SHE最近就准备合体演出 一起过新年 你准备好了吗 今年的话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 希望在年尾的时候 就是用跨年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从2001年出道一炮而红 到今天 SHE组合已经成立有16年了 在2017年年尾 即将迎来2018年之际 他们最想一起庆祝新年的人 就是好姐妹 以及爱他们的歌迷了 对 30号的时候 有点像是 2018领跑的概念 虽然歌还是那些 他们唱了十几年的歌 但随着三人的成长 他们对于当年的那些歌 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在编曲上啊 什么的 都要做一些 小小的变化这样子 歌曲上有了改变 歌手们自然也得做好准备 我真的蛮期待 而且有点紧张 所以我这几天呢 就是也都自己有在情练 就是在台上的时候 千万不能让SHE漏气 然后一定要让歌迷觉得 这一切等待是很值得的 他最近整个的体态啊 状态都很好 相信 对 他会是SHE跨年 这个合体的最重要 最瞩目的一颗焦点 大家仔细地看他 有意思的是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 开了陈佳华的玩笑 他可以搞砸别人的场子 不准搞砸我们的场子 没有啦 因为被Ella拖累的关系 已经不是 没有啦 不管我们是少女团体 或者到现在可能是变成女人团体 我想我们的感情 还有我们的魅力 就是都还是一样的 虽然2018年会不会有其他合体活动 现在还不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三个姐妹永远的友谊 以及她们带给歌迷的好音乐 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的 明年的话 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 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会提早跟大家讲 游乐新年底便做到 我可以看到啊 我会做的